这是老林长真正往生的证据 这冤亲寨主给我们讲 他真往生了 他们跟着法司到居士林 居士林有门神 放他们进来 他们不找麻烦 来干什么呢 来求归 求寿三归 来求听经 还指定要听第三归 那我们同学们告诉他 听经我们指定于讲堂 请他们多讲堂去听经 讲堂的光太大了 他们不敢进去 最后要求再摘堂 就是吃饭的地方 请他放这个奖金的录像带 那个时候还放录像带 还不是光地 放录像带 他们在那边听 大概听了两个月 这个地藏就日夜不断 过了两个月 他们全走路 他们去的地方 我们能够想想得到 功夫好的 生极乐世界去了 其次的升天 还有一些的可能又到人间来了 肯定 这是一点都不假了 我们亲眼看见 而老林长 学佛是多年 真正学佛了 是在他身边 他是一个银行家 大副长者 平常哪有时间 去读解 只是在佛门做个护法而已 生病了 不能工作 每一天躺在床上 这才找到 李莫远居士 那个时候 李莫远是居士林的总部 就跟他讲 希望把奖金的 这个落下带 送到他家里 他每天听进 这才真正用了功能 每一天听进八小时 不听进就念佛 实际上他念你 他就成就 欲知是知人 告诉李莫远 他想往生 李莫远就是告诉 他是你现在不能往生 居士林里面 人事不稳定 只要你在 那将没有问题 希望将来说 人事安定之后 他想想也有道理 又住了两年 这样又过了两年 也没跟人说 も非能处置 也这次 想象征